大家好,我今天又为大家讲的故事是《缺经短量》 当朝的时候雍州万年县有一个姓袁的人 在永辉过年去世了,他的妻底姓谢 龙朔元年八月报告给女儿说 在世的时候做小斗卖卷 多得的钱太多,所以今生就在北山下给人家做牛 最近又卖到法界寺的夏侯家耕田 非常辛苦,希望你能把我赎回 女儿醒来后哭着把梦告诉了丈夫 四年正月,法界寺有一位仪师来访 夫妻俩就问他起事,并准备了钱 到到夏侯家赎牛 牛一见女儿就两眼和泪 女儿把牛买回家进行饲养 京城的一位王妃听说了此事就喊她们去 并赠送了一些钱物 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,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